以出版理工教科书闻名的小园出版社周姓女董事长呢 因为家里有违建被邻居检举 没想到这个女董事长竟然持棍棒恐吓邻居说要打断对方手脚 还说他自己有两把枪要对方小心一点 就连念小学的孩子也被恐吓 而法院现在判决这夫妻两个人必须要赔偿对方52万 但周姓女董事长很不服气 被指控恐吓邻居的周氏夫妻家就住在新店高级社区里 疑似因为在家门口盖了违章建筑 遭邻居检举心声不满 在停车场堵邻居说对方欠修礼 还说自己的弟弟随身携带两把枪 让对方听到屁屁错得了忧郁症 就连邻居独裹小的小朋友也被威胁 最后只得赶快搬家 如果我邻居在的话我离职两把枪都放在手上的 那我这个是描述吧 我是一个以恐吓为业的人吗 诺诺诺 我是一个正当的出版业的人 周太太是知名出版社负责人 老公也在技术学院任教 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 却被邻居说讲话像黑道 法官判决周氏夫妇得陪邻居52万 偷醋逼便筹家 陪欠收场